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七三十一节 耶稣连忙对他们说 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 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 说,你这小心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 是我,在旧约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 上帝向摩西介绍自己的名字 直接翻译是,我是,我所是 而我就是,我是 我是就是神的名字 是我,不要怕 这个是我的用词跟旧约 耶和华自称的I am类似 在这里耶稣向彼得表明 他就是神 当你遇到人生的风浪时 你只要知道神与你同在 只要主说一句 你们放心,不要怕 你还害怕什么呢? 因为主承说,我总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 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 主是帮助我的 我必不惧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疑惑被翻译出来 直接的翻译是 意思就是把对上帝专注的信心 分散了 当彼得只因见风盛大 就害怕将要沉下去的时候 他的眼睛注意风浪 于是对神的信心就缩小 以至于会害怕 所以当问题或困难来临的时候 我们不要把眼光定睛在困难上面 而是要定睛在主的身上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主耶稣也对你说 放心,是我,不要怕 不管是多大的困难 多么不可能的事 耶稣说 你若能信 再信的人 凡事都能 不要疑惑 只要相信